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晚的嘉賓主持梁宇彤 首先很感謝昨晚打電話的觀眾 以及在網頁上留言的網友 今天我們要談京屋重開申請的問題 很高興請到兩位嘉賓 包括有立法議員歐錦辛 歐先生你好 另外還有澳門工程師學會理事長胡祖傑 你好 大家好 歡迎廣大市民打電話上來發表你們的意見 電話是2878-9192-2878-9192 或者可以登入連花衛視的網站上留言 以及重溫過往的節目 我們在討論之前先來看今天的重點新聞 特首崔世安在現政本澳傳媒時致詞表示 本澳新聞界長期堅持 愛國愛澳及服務市民的立場 支持和監督政府依法施政 對成功落實一國兩制 維護社會和諧作出努力和貢獻 政府將加強與傳媒溝通 聽取新聞界的意見和建議 繼續採取積極支持本地傳媒的工作和培訓 執進新聞事業的健康發展 特區政府將一如既往高度尊重新聞自由及出版自由 政府清遷快指基北灣月1.5萬平方米土地 其中兩幅合共4600平方米已經拍賣 地段將交回發展商 其餘土地會用作公共道路及休氣場所 當局在採取清遷行動時 佔用人已將大部分汽車移走 對於有傳媒問及政府優先清遷這幅土地 是否與私人項目有關 土地公務運輸局局長賈利安表示 主要考慮公共利益 希望完善區內設施 局方正研究美化提案 連接快指基北灣海旁休氣長廊 以及增設渠網 土地公務運輸局局長賈利安接受訪問時 主動取出等高圖 再解釋項目不受路環80所限 他表示回歸前的法律規定 路環海拔80米以上區域屬於陸化保護區 政治軍需諮詢文化局意見 賈利安又表示 項目可見最高100米的建築 政府部門會確保符合環保生態、通風、採綱 以及建築符合規定 希望在首先尊重法律下平衡環保的需要 歡迎回來節目現場 大家在收看連環衛視現場直播互動節目 澳門開講 我們今晚要談的是 京屋重開申請問題 歡迎大家打電話上來 電話是2878-9192-2878-9192 房屋局宣佈下個星期 將會重開萬九公屋計劃裏面 部分剩下來的一房一廳單位 亦是新京屋發生效以來首次接受申請 而且放寬了申請家團的每個月收入的上限 以及資產值的上限 這幾天坊間亦引起熱烈的討論 我們稍後會討論 譬如是京屋的數量 以及他們的價格 以及今次的安排 究竟可否切合到 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上樓等等的問題 今天我們先討論之前 先來看看網上的留言 今天都很踴躍 有網友認為這麼小的房子 一個人或兩個人居住 還可以住三個人未入伙 已經知道會出現問題 他認為當局是否想錯配所有樓 讓你排不到樓 要逼到私人市場買貴樓 另外有網友認為樓價太高 有網友說 禁授期內如果因為結婚生子想買私樓 即是既無辦法拿回已經投入京屋的錢 幫補首期 甚至乎之後還要新舊兩間房子一起供 如果不是納至終身不結婚 以及不生育的青年人 就要認真考慮 另外禁授期是16年 但當局說6年都可以解禁 這位網友說現在哄人落答很好聽 會否到時按實際情況 又說會用依法辦事做擋箭牌 而有另外的說法 就好像過往以隨命為由 強迫兩戶的寫屋申請人合住一個單位 反過來說 如果市民真的有符合某些條件 每六年就可以轉讓的善意 為何不可以命民寫入京空法裏面 另外他也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假設如果今次申請了T1的申請人 將來開放T2、T3單位的時候 今次T1的申請程序還未完結的時候 那便不可以申請到T2和T3的單位 所以可能對申請者來說是一個比較難題 另外網友說 現在其實澳門有很多都不是住在澳門 但是有澳門證的可以 例如常居香港地方都打算申請 會不會有問題呢 網友的意見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的編導早前都準備了一條新聞片 我們看完之後回來再討論 房屋局星期一召開記者會 宣布在27日開始 展開為期三個月的一房單位 不對外開放 房屋局局長譚光文就澄清沒有這回事 湖畔大廈每個月 每個月都有400個 准業主上樓 隨之大家都看到 剛才所問的 CN3、CN5A等等的公共房屋 相繼入貨之後 我們每個單位 每個樓宇都有400個單位 準備小業主上樓 故此我想未來 兩三個月 房屋局 是不少於 1400個單位的小業主上樓 故此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要確保我的工作更加順利 故此我們集中 推出這個業興1544個單位 譚光文重申 現在人手不足夠 工作量實在太大 因此要一步一步去完善京屋申請 而政府這次推出的一房單位 有市民就覺得實用性不是很高 不高 但是沒得選 沒得選 但是你不願意試試說過 我會的 好過沒有 以我們年輕來說 我個人的感覺就是 將來結婚 一人單可能會小一點 那你的希望要申請 通常都希望申請兩房 我最低要求都是兩房 一房那些給你住 你都住不了多少年 你就要轉樓 除非那些 就是獨居老人 或者那些 20歲等退休那些 就是身邊單身那些 真是 幾十歲單身 那些 那些 獨居老人那些需要 你一般年輕人 如果你 20歲出頭那些 你出來做事 你結婚 你肯定要兩房 最低要求 現在社會都要兩房 一房 我覺得是 沒什麼必要 房屋局表示 今次推出的一房單位 售價由52萬到70萬左右 平均使用面積 大概是325呎 根據今次新經公法規定 申請家團 按優先次序分組 排最前的是核心家團 接著是非核心家團 還有個人的申請人 想問歐元 其實你認為 現在社會情況下 哪些人最需要T1單位 例如排頭的 在這個安排是核心家團 但T1單位的面積 大概是300多呎 除非我們說兩夫婦 否則 例如你一個單身的成年人 照顧一個長者的時候 始終可能有一個奮廳 哪一類人最需要呢 如果一房一廳的單位 其實就是 只是適合不分 或者不育 年齡的人才會適合 否則 任何有發展空間 譬如要結婚 一有小朋友的話 你要一房一廳 其實絕對不能夠 符合那個生活需要 所以本來一房一廳的設計 可能原先想 可能真的給只是兩夫婦 又或者是個人需要 但現在問題就是說 現在他的申請模式 因為分成核心家庭 核心家團 非核心家團 和個人申請 這個是法律規定的 當時經過法討論的時候 是法律規定的 所以現在出現一個情況 如果核心家庭 如果有兩夫婦 那就變成兩夫婦優先 然後非核心家庭 譬如是婆婆和孫子 或者舅父和外生 一個非核心家團 就排第二 然後個人申請就排最後 那時候很明顯 現在這個一房一廳 拿出來的時候 一定是有兩個人 或者以上的居住 但問題就是 我們累積了這麼長時間 由2004年以後 一直都沒有登記過 累積這麼長時間的時候 可能一推出來的時候 就算一房一廳 其實是沒有發展空間的時候 都面對著這麼高的樓價 唯有都要要 這樣的情況 而有一個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今次 我們按照經屋法來講 就是我們排 用這個核心家庭 非核心家團 和個人申請的時候 很簡單的 其實可能 非核心家團 和個人申請 是白報的 報了之後是白報的 根本沒有用的 原因是什麼呢 譬如我今次推1,500個單位 假設有5,000個家庭 是來申請 那5,000家庭裏面 如果有2,000個是核心家團 的話 那這2,000個抽了那1,500個之後 已經後面那些沒有了 後面又是核心家團 以及個人申請 已經沒得玩了 所以很明顯 現在這個遊戲 其實對於單身 是歧視的 你說我現在未結婚 我將來結婚 等等等等 由個人申請 變成到家庭 那時候 那就應該容易一些 但如果有些人 真的想沒有等著結婚 我是個人獨身的時候 那怎麼辦 那可能你真的 一輩子也申請不到 因為如果按照現在的說話 供應量沒有足夠的供應的時候 可能每一次 因為現在是每一次報名 每一次報名 可能都抽不到個人申請 那時候可能你每一次報名 抽不到就散了 每一次都再申請 因為這個我們在討論經屋法的時候 我們也提出過 是否能夠保持 好像奧普時代的經屋法那樣 我是用一個計分排序的方式 那計分排序 我是排得久 排得10年也好 你最終給我機會上樓 但現在不是 是每次散隊 我拿5,000個單位出來 你有多少人報 你有2萬人 3萬個家庭報也好 我用完那5,000個單位 之後就散隊 然後我下次 又拿幾多個 1,000個單位出來 然後又是這樣 每一次這樣的時候 就變成真是說好彩了 如果供應的數量少 而排隊的輪候多的時候 到時每一次抽籤 可能抽不到 可能你抽10年 抽20年 你抽不到 真是很體現澳本的博彩城市 這個是很大問題 如果說好彩你才抽到 這個也是我覺得 我們一直都批評這個 其實是政府用這個 所謂分組排 分隊來抽籤 而每次散隊 其實是想推卸它 又要興建更多的經濟房屋 來幫助居民解決住屋問題 一個不好的做法 胡先生 你認不認同 他這樣排序的方式 是不是對年輕人 似乎有不公的情況 似乎現在排隊頭的反而 可能未必會需要到T1單位 即是今次 我們在說一下 你認不認同他是推卸那個責任 我就這樣看 因為如果是把家團 核心家團和單身分開 其實大家都有個意見 就是是不是可以把它分成幾層 有不同的比例去做 因為現在社會的資源是有限 需要的人是比 需要的人是比現在資源更加多 供應量是更加少的 所以其實這個牽涉到很多 就是公不公平的問題 當然單身的也是很緊急 要上樓的 核心也是很緊急要上樓的 其實反過來就是 我都建議就是 把那三個部分 每樣給一些比例出來 給一些 引用以前的一些計分 譬如你是真是單身 基本上你是不會結婚的 而且是到一定的歲數 當然我可以拿一個極端一點 一個18歲和一個45歲的 單身人士 那誰比較比較比較 我個人認為是45歲比較比較 18歲可能和父母一起住 因為現在是18歲就去申請了 其實有一個問題出來 他18歲都是叫單身的 但是他未 他將來會有發展 其實這個正正 我聽到很多坊間的 年輕人又會說 這樣我真的有一段時間都想不到 所以他不是抽籤 因為年輕人也有發展空間 因為他用結婚生子 他還要有發展 一個45歲可能已經終身想著 不再結婚的 可能他就是一個人 渡過餘生或者和朋友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分開不同的組別 有不同的比例 當然了 再按照實際情況 在將來發展的經屋 如何配置 如何政府再規劃多些 適合現在譬如 T1減少 T2、T3增加多些 好 我們稍後回來再談 現在接通了袁先生的電話 袁先生你好 袁先生請說 袁先生好 奧議員好 我其實這樣想 兩大問題非常之重要 一大問題是 你的價錢的定位 都是不太對 不太對數 還有一件事 你的間隔 現在適應於 目前澳門的情況之下 拘情 所謂他敲敲敲敲敲的 這兩個字 怎麼樣呢 就要人家怎樣去上樓 年輕一代 不過她也想不到 這不同的方法 而且 人家被拘捕這個問題 根本上我可以這樣說 政府也是搞包裝 袁先生 可以回頭 你剛才說 價錢的不適合 你的意思是 在市面上的不適合 還是在同區 和類型的京屋的數碼是不對的 因為他們的售價都有些出入 其實你出入是很大的 即是說你就算外面怎麼打仗 就好了 自己的區域裡面來說 接著區域裡面 還有你剩下的 剩下的政備 這個是對的 就像以前那樣 你現在出併的樓 以前我們 打五、六千元工的時候 只能夠維持在那個樓價是 二十幾萬元左右 他說現在一旦升到市面加二十幾萬 不是公屋二十幾萬 不是公屋二十幾萬 可能到現在為止 他去到五、六十萬 這個都很成問題 究竟就是是不是政府 這些錢都要集起來呢 這麼慘地把他治起來呢 這些我們可以深思熟慮的 嗯嗯 是不是呢 是原生 你現在這樣就是說 好啦 我現在外面的價錢助長了 助長了高了 那我現在看上去有幾個數位 那放一聽我都賣到百幾個 差不多接近一百萬了 那我現在的地方都是五、六、六、十 這樣 其實我們不可以相比這個數的 其實就是 經過他的目的和中線在哪裏呢 撈完 我們大家研究一下這個問題了 是不是 我們是幫助那些什麽人的呢 現在是解決我們現在區裏面存在的 那些居住困難的問題呢 等下一系列的問題 我們是針對這裏去做事的嘛 政府 不是說 經常都說 你都好像 譬如說你兩課一聽 這些你就不去加體時間 不去插一下 好像現在那時候還能來得及的 好像那時候 在台灣的時候還是能來得及的 人家喜歡繁雅欄的時候 那時候你都還要慢慢興建的 你投資的各方面都可以改的 為何這方面你不去做呢 這些是明知道的事 政府就是抗敵的 不可以順利移民意見去做事 袁先生,這次政府推出T1的單位 你認為吸引力大嗎? 剛才看到市民的意見也認為吸引力是低的 會不會因為外面的私樓價錢實在太貴了 這次可能新政也會爆呢? 一句話就完了 這句話就是 是不是很吸引力呢? 吸引一定是不吸引的 現在只是供賣而已 沒辦法 你沒有辦法 一百多二百 現在五、六百賣我都好 就算有牙刮的頭 就迫著也要的 是不是? 這個問題你自己考慮是否吸引 根本就不是想吸引的 所以另一方面去考慮 好,袁先生,多謝你的電話 今天和你談到這裡 歐元,其實袁先生剛才說到一件事 就是 他反問京屋出來的定位 或者目的是怎樣? 他認為那個價錢是… 即是我們說價錢 兩方面的價錢 先說你認為 比在外面的私樓的價錢 你認為合不合理? 根本就不能跟私樓比較 因為如果私樓的價錢是合理的話 我根本就不需要政府去動用資源去建建屋 因為很明顯 在我的角度來說 經常都覺得 如果市場自己可以解決問題的話 政府根本就不需要參與 但現在很清楚 過去一段時間裡 澳門的房屋市場 不正常的原因就是不只是炒楼的问题 因为是供应的高价楼豪宅 供应的数量多 而适合本地人消费的楼少 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导致了本地人的住屋困难 这个为什么刘司长十招八招潮没用呢 因为你不是炒不炒楼的问题 他八百万炒到一千万炒到一千二万 我八百万都买不起 你炒不炒关我什么事 但现在问题的关键可能缺少 可能是百多两百万两三百万的楼 这些先是符合澳门居民的消费能力 因此我们的对象就是因为 经私人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失衡 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需要透过政府去推动更多的 私人市场里面更多的中低价的楼产生 另一方面就是政府下水 建计多些经济房屋来解决居民的住屋问题 所以那是不能够两种双皮并论的 现在问题就是你订定价 就对了 五、六十万 或者两房厅去到百多两百万 就是两房厅去到百多两百万 这就合理了 但现在问题不要不记得一件事就是 其实每一个居民买了经屋 原来他是欠落政府一大笔钱的 现在的保价 将来的保价 很简单 我买了一个单位 我买了一个六十万的单位 然后十六年 十六年之后 本来我要小屋换大屋 我想买一间小屋去买个私人楼的时候 你去财政局 财政局和你计算数 现在你的房子只有一百万 原来是这样 如果按照业卿的话 到时你捕回五十一万给政府 然后我捕回四十九万 这样的情况 你是欠落政府一大笔钱 用这个市场价格 和经济房的价格来挂勾 其实一个就是政府在谋取暴利 第二就是政府间接肯定了 现在私人楼市场的 这个疯狂价格是对的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很多居民就觉得 连京屋都卖得这么贵 其实现在这个意义 贵不贵 可能你是对比以前京屋 但是现在的京屋 和市场价格的确是相对 和市场价格比较便宜了 但问题是市场价格是不健康的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觉得 不仅仅是楼价问题 而是我们究竟 我们给不给一个发展空间 即是说我们以前六年金售旗的时候 六年金售旗 六年之后 我家屋不够住了 我又经济条件改了 有改善的时候 我就卖了这个小屋 我卖一间大屋 在私人市场买一间大屋 这个就是有一个发展空间 现在不是 现在我一进去就十六年了 即是绑死了在这里 这个时候 会导致 为什么这次一房厅 大家都不肯要呢 原因就是 你绑了我十几年在这里 我的子女大的时候 继续困在一房厅里面 又不能够卖 又不能够租给人 因为以前有些办法就是 我不能够租 我租给人的时候 我去买一间新的楼 我租给人都帮我去供一下楼 但是现在连租都不行 一定要自住 如果你不是自住的话 你买一间楼 你不是自住的 可以罚你10至40%的楼款 所以是结果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很多问题在这里 但是现在没办法 因为私人市场的楼 实在太贵了 很多市民其实心中有数 我明知道这个不适合 但是我没有 我要了才算 要了才解决目前问题 将来怎样才算 现在变成这样的心态 好 我们稍后再谈谈 究竟除了本身的价钱之外 它和同区其他的京屋比较 为何价钱会有出入 欢迎继续收看 连回卫视现场直播的活动节目 我满开讲 我们今晚在谈谈的是 京屋重开申请的问题 请大家 如果有意见的话 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 电话是28789192 28789192 问回胡先生 刚才你觉得 究竟京屋的价格 究竟应不应该 跟私人楼市的价格挂钩呢 其中有一点 我是认同欧議員所说的 就是私楼的价格 其实是不正常的 有泡沫的 其实我们工程界都觉得 现时澳门的楼价 确实是 不是一般澳门人能够负担 相反来说 因为政府的资源有限 所以变成了 就是说 看回我们私楼 和京屋方面的差额 会有一个不同的 其实京屋就是 有需要的人去住的 居有其所 但是政府也平衡一些想法 我相信就是 为什么可以去卖呢 其实在我们来说 如果是希望有一部分的人 因为没有居住 而给了一个地方 给了一间屋去住 其实当有能力的时候 是在私人市场 去继续他的生育 当然现在因为外面的世界 太过虚幻了 因为买不到楼 都不知道是什么 差了一千几百万 都未必能买到楼 不要说两三百万 所以变成了 在政府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政府这一件事 都觉得对的 为什么不错呢 就是其实十六年金秀 其实对其他 没有买到京屋的人来说 是一个公平的 因为现在大家觉得就是抽奖 抽到奖 我中了一盒财 十十年之后 我卖了去 其实某个角度来说 是不是永远都没得卖给人 永远都没卖出去 只是卖给政府 其实这个相对来说 我们本身是觉得公平一些 但是看回现在我们的情况 是希望用京屋这个方法 是将私人楼宇的价格 按下来 按下一个合理的价格 大家才有一个向上的进取心 其实有时我们很感慨 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出来 去申请公屋 申请经屋 这样就可以留住 当然这个是澳门政府 现在有钱 一定要保障澳门居民 保障每一个市民 有居有其所的权利 但是你如何制造一些动力向上 整个社会都是在发展 刚才有听众也提到 现在那个价格好像不太合理 其实相当来说 就是京屋的定价 它都是按照澳门的经济发展 上升而去调整的 我自己来看 那个价格是确实 如果是对一般人士是高的话 不如政府相对来说 就降低价钱 就是将以后那个比率 那个比率 给政府 補贴比率 政府補贴多些 私人比较少些 因为你始终 你最后按照比率给政府 其实是 按照现在已经通过了 你的意见是应该增加 如果市民觉得仍然是贵的 其实可以一个浮动 你今天我买个楼 政府是给70% 你可以有一个浮动 变成我给30% 到16年后 我真的卖了一个楼 我要还70%给政府 在这个门栏更加低 对于一些没有能力 他有这个收入 但是他的支出也很多 他每个月 能够拿出来供楼的款 不多的话 他就觉得很吃力 如果你反过来说 政府可以有一些特例 刚才我所说的 你比率高一点 将来你给政府的比率高一点 我相信大家都乐意 因为他只是希望求一个居所 因为以前是奥普时代 是一些很不公平的状况 很多人 他有钱的 不用去审查 买了金屋 拿来做什么呢 租给人 租给人 租给人是牟利 或者拿来做摆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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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 摆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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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享受不到的 这个情况如果现在仍然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对很大部分澳门居民是不公平的 当然你抽到一定公平的 觉得公平的 抽到还要看看抽不抽到 或者你申请的时候 是否肯定自己想申请户型才是 我们看看新经屋房屋法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在新经屋法里面 就是加了收入的上下限 以及会做资产审查 并且规定在申请的家团 申请前五年 不可应澳门有任何物业 排队以前是计分的 刚才都说过 现在就是分组和抽签制 单位卖完之后 那条队就没有了 就没得排队的 另外买房之后 有16年的禁售 但如果实在是出现困难的时候 禁售期六年之后可以转售 但那个价钱就不可以高过房屋局的定价 刚才提到 他放宽了那个 家团收入的上限 现在一人家团的收入的上限 是去到22,240元 两人或者以上家团 是去到44,479元 想问一下欧院 其实刚才提到 一件事就是 胡先生也提到 那个补贴的比率 就是今次 今次这个 叶卿的补贴比率是51.2% 跟之前 之前的T2T3 补贴比率是46.3% 居瓦就47.8% 似乎那个补贴比率是浮动 你对于这件事有什么意见 或者贊不贊成? 郭先生所说 其实是可以浮动 甚至在某些情况之下 增加补贴比率 帮助年轻人 我说的 我在《荆屋法》 我们在立法院讨论《荆屋法》的时候 关于保价这个问题 我们几个议员 是投了反对票的 我们是反对这种保价 保价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反对保价呢 问题就是 保价理论上就是 政府补贴了给你 你将来转卖的时候 你就要補价给政府 概念应该是这样的 但问题就是 究竟现在政府没有补贴 为什么没有补贴 胡先生是他们的建筑界 清楚了 建筑成本是多少 我就拿回永宁京屋为例 永宁京屋就是 整个四栋楼 造价是4亿 然后880个单位卖了 卖了8亿多 即是说 京屋我们经常说 政府资源有限 第一 政府是不是资源有限 现在政府是真的有很多钱的 它起什么起什么 很多钱的 现在更加何况 建京屋根本是 政府是不用补贴 而且有钱赚 现在问题就是 你还要补价 其实你想和市面上的 地产商 看齊大家一起牟取暴利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是反对这种 保价制度 但当时当然 我们只有几票反对 没办法 结果现在政府用了保价的方式 所以我们本身 我们是不认同的 因为事实上 你只不过是一个政府 赚少一点 不是补贴了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说到刚才 现在有收入的上下限的规范 问题就是 现在政府的说法 就说得很好听 上下限 我放宽些 放宽到有八成居民 八成的市民都可以覆盖到 但问题就是 这个放宽 前提就是 要有供应要充足 对 供应量够不够 否则放宽 你现在三万人有资格申请 放宽到六万人有资格申请 但供应只有三千个 这是没意思的 好 我们尊重回来再谈 现在先接通了吴小姐的电话 吴小姐你好 好 我想问一问 有什么条件呢 五年没买过才可以申请那些经济房屋 你是申请之前五年 没有在澳门有任何的民意 没有民意 好 谢谢你 好 多谢你 吴小姐是不是在线 已经收到线 吴小姐还在 是吗 是的 我想问你究竟 你认为今次政府推出T1单位 对于你来说是否吸引 譬如一说一听 一说一听 是 我觉得不好 一说一听 你始终 比如说你不是一个人的 有时候有伴侣 或者是有儿子 或者是有女儿 那我不要再给了一间房 但是会不会因为供应量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将来供应量有多少 或者是要等多长时间才上楼 而迫着要申请T1 会的 会的 我会的 我会的 还年都好 都拿着住住 现在的租又贵 楼又贵 拿着住住 都不用了 好 吴小姐 多谢你电话 我们之后还有徐先生在线 徐先生你好 是 请讲徐先生 你好 各位主持 和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 现在新的房屋法 其实对于那个条件 要申请的条件 会是怎么样 因为我本人 以前就 现在都是住在政府楼 是家庭成员之一 但就不是业主 我属于是不是非核心成员 因为我2005年申请的经屋 他就说我从命 那就不可以申请了 那现在呢 新房屋法 我们这些 这样的身份的人 有没有资格申请呢 我可以解释一下 我可以解释一下 其实情况是这样的 如果你说 已经是住在政府楼 那个政府楼 是经济房屋 即是说当年 你的家庭 已经有人申请 经济房屋 买了经济房屋 那又视乎 你当时 你的家人买经屋的时候 你是不是家庭成员 不是说你的家庭上有你的名字 即是说你那个申请人 他有一个申请人 那是四口之家 你是家庭成员的话 那你就在政府的角度来说 就是视为你已经享受那次公屋 所以因此就会 你没有资格申请 你申请就都会被除名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但如果你说 我小时候申请了 小时候我跟着父母申请 那你就要试试可以向房屋局 就先申请脱离了家庭 然后才有资格去申请 新的经屋或者社屋 那是不是俗称的 除名的过程 是可以 脱离原来的家庭 除名又不是 除名又有另一个说法 就是你在排队 然后将你在排队 摘出来的叫做除名 但现在我们说是脱离原来的 就是购买经屋的家庭 即是现在新的房屋法 就有这种方法 可以叫做脱离家庭 其实不是新的 以前也有的 应该也有的 以前也有的 但是要房屋局局长批准 即是要直接去房屋局问 还是要入信给局长 还是怎样 相信是需要写信 写信去给房屋局局长 然后等局长批准就可以除名 但是成功率是比较低的 这样 因为我们会否阻止你太多时间 或许你简短一点 因为我们之后还有一位观众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很久之前申请 是因为入了三个名字 即是我爸爸 我姐姐和我 但因为那时候已经跟他们说 你们当局方面 因为我们小时候 我和我姐姐回到大陆读书 因为我爸爸长期在澳门 我们长期在大陆 所以他只是批准了一房一厅 即是会不会这样有一个 随名的机会比较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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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可以用这个原因 去作一个条件的选择 是吗 我简单说 三个因素 三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说 你当年去买那个家团买房的时候 如果减了你 他符合买那个经屋的需要 即是好像说 你三个人 但其实买个一房一厅的时候 除了你名字 都仍然是符合买一房一厅的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你又要过禁售期 这个一定过了 第三就是要你自己自早家庭 即是说你要结婚 然后呢 满足这三个条件 你就可以向房局去申请 但是就 只是说你有资格申请 但是房局局长 谭光文批不批一张舍华 谭局长的决定 好 多谢徐先生 我们之后还有盧先生 在线的盧先生 喂 请说盧先生 你好 可以说 是不是开了电视 麻烦三三个人 是 我想问 你政府就说到 经济房屋 是帮助市民 但你定价是不是太高 你变成不是帮澳门的市民 是平均家庭上楼 而是变成政府是赚钱 地产商、建筑商来赚钱 而基本上你现在做出来 你政府由永宁开始打开 而那些楼全部是这样的 而是为什么你政府是 没有一个是帮澳门市民和家庭上楼 而是为什么推动 好像跟市面楼价的 多少成去计 那你是不是 可不符合呢 就变成了你政府是赚钱 像欧议员所说 你永宁 成本价是40亿 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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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亿 即是一半的价钱 为什么政府是赚钱 不是说你赚了4亿 不要紧 你继续建房子 也没问题 但你不是 而是说你现在 像这些一板厅 你现在说太多了 要再另外申请 一些人上一板厅 因为保局 每一年不可以审查这件事 你就是轮候 居屋 社屋也好 为什么房屋局 不可以做审查这件事 就是搞到现在 石台湾都变得 一半厅太多了 变成你又要去 做大事出来 让人去申请 那你是不是浪费垃圾人的钱呢 你房屋是做什么 我就说这么多话 好好 多谢你的电话 我们稍后再谈谈 究竟现在京屋的价钱 或者刚才说 胡先生所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京屋的价钱 能不能够有助 或者压低私人 楼市市场 某些中下价的价钱 欢迎继续收看 《连花卫视》现场直播的 活动节目 我们开讲 今晚谈谈京屋重开申请的问题 大家可以打电话上来 2878-9192 2878-9192 想问回胡先生 其实你刚才提到一件事 就是究竟今次京屋 一路以来的推售 究竟能不能够 将私人楼市 可能一些中下 比较中下价位的单位 的价钱是降低少少 以及将来政府 在考虑兴建这个京屋面积的时候 是否考虑应该增加建築面积 因为今次T1是300多呎 很多市民都觉得 实在太小了 不够住 其实都回应回 之前的观众提到 其实以永宁为例 我相信都是一个 比较特别的例子 因为永宁的兴建是比较早的 其实在这10年 13年 在2000年 一直到2005年的价格 是双倍上的 再到2005年之后 有点回落 到近日又上去 其实价钱如果前10年来说 是有差不多有4-50% 甚至乎更高的升幅 所以政府在这方面 刚才议员提到 我很认同 就是说 当年永宁 因为造价低的话 应该是拿回成本价去计算 这个可能是 政府也可能会影响到 私人楼宇的问题 因为很早 当时订的价格比较早一点 但事实上 在这个成本价 和一个市场价格 政府又有一个垂涎 会不会令市民受惠 也不会影响自由市场 私楼市场 在这些情况下 刚才问到 对私楼市场 对现在石牌湾的推出 确实是有些影响 当然我们希望 因为刚才看到 是不正常 现在的价格 是有些人不正常 你认为是好的影响 是好的影响 当然是好的 对澳门市民来说 是非常好的影响 至于面积方面 其实现在都是拿最低的面积来做 其实社会一不断发展 其实应该就是 比较宽育一点的空间给市民 说回七八十年代 所以大家都是一房一厅 可能住七八个人都是这样住 但当其实是过去的时候 就是以往的观念 过去也不是三百多呎 可能三百多呎 或者更小的 或者更加小的 所以现在是社会的进步 每个人都希望空间更加好些 如果政府有这个资源 去规划好些 说到规划 其实已经符合了一些 已经达到一些指标 比如说有很多轮候的市民 已经陆陆续续上楼了 未来的规划 就是我给一些建议政府 将来除了面积要大之外 比较符合一个人性化学居住之外 周围的环境都应该配合现时 现有的社区 没有说只是因为一些新的社区 做了之后 跟一些现有的社区脱节了 或者变成一些新的社区 什么设施都有了 旧的社区就没有了 其实对于其他住在旧社区的市民 或者居民来说 是绝对不公平的 另外因为整个道路的交通网络 现在增加了负荷 在一个区的市民都同样受苦 所以在其他离谱方面 例如多一些公共空间 例如多一些休戏的地方 以及一些陆化带 我觉得这些应该给市民 五岳议员其实说 今次政府推的T1的单位 其实它本身剩下差不多2000个单位 但今次推大约1540几个左右 当局就解释它因为希望能够掌握一个数据 其实掌握什么的数据 它是否怕今次卖不完 推出来 还是它之后对于剩下的500个单位 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 我也不明白 因为第一 为什么要推一房一厅单位 其实就是 因为不是政府要特意推一房一厅单位 而是因为万九公屋里面 有些错误的兴建 而多建了一房一厅单位 卖了它 问题就是 为什么现在要只卖叶卿1544个 其他那几百个收益 根据谭局长的说法就是说 人手不足 但现在我接受申请 和将来分配是两件事 现在接受申请的时候 我不存在人手不足的问题 我是给1544个给人申请 和2000个给人申请 我的工作量没有增加到 所以很奇怪 谭局长这个说法就是 所以这个我们也不太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 但我希望将来看到 那个申请的情况 希望能够分配的时候 放那几百个出来一起分配 不要再收起它 因为资源都是很宝贵的 既然有人需要的时候 应该尽量去用它 另一个刚才说到 关于面积大小的问题 这个现在是经济房法法规定了 房间是8平方米 实业务面积 厅是10平方米 就算是两房一厅的厅 也是10平方米 直到三房一厅的厅 才是12平方米 你可以想像是什么环境 是很小的 因为除非我将来修改法例 否则不能够大 这是一个法律规定 这跟过去奥普时代的经济房 是完全不同的 以前是大很多的 原因不是因为 而是当时 那个建荆屋的方法 就是说 我是被一百地 被一个发展商 发展商建了房子之后 会回报单位 他回报单位 譬如说他建了一千个单位 他给了五百个给政府的时候 那五百个单位 跟一般的私人市场上面 那个单位是同样的大小的 所以就不存在 相对于人性化了 因为原来我住在京屋 我不会受歧视 但现在不是 现在政府建的 反而是故意建到 有这么小 有这么小 这样的时候 这个就是 可能因为要满足量 不一定是量的问题 因为其实 问题就是量 那些决定在京屋法制定的时候 你要建多少 你完全可以由你决定 因为我不存在量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 就是政府 我觉得是有意的 一定程度上就是说 怕这些京屋 建多些京屋 是会干扰到 跟私人房地产 争市场 所以希望做到这样的时候 就减少了 对私人 对京屋的需求 是的 很好 我们现在接通罗太的电话 罗太 是 罗太请说 罗太是不是在线 罗太你好 各位好 是 是 是 请说 你上电视 麻烦 因为回音很厉害 是 回音很厉害 是 我想问一问 我想问一问 到我们现在 想抽居屋的时候 抽到一房 未到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是 未永久居民 非永久居民 到我老公上 拿的时候 今次拿不到 都有两房 抽不到 到时候可不可以申请 我来是永久居民的时候 可不可以拿两房 首次改 不存在 是不是永久居民的问题 因为现在 最重要的 他的申请方法 就是需要 申请家的家团代表 是澳门永久居民 和18岁以上 所以 你是不是永久居民 就是问题不大 因为实际上 如果 他今次 不放你下去 去申请一房一厅 反而不行 因为有配偶 所以 如果一房一厅 抽不到 将来申请两房一厅 也是可以的 因为最重要的 家团代表 是永久居民 家团里面 不是永久居民 都是可以 没问题的 罗太太有没有 其他的意见 有 我再想问一问 麻烦简短一点 我老公之前 已经申请过 就买 即是未够年限的时候 那房子 卖了出去 那批了出来 现在会不会優先呢 一说我听 不会優先 而且没办法再申请 如果你买过 如果已经坏了 的时候 那是没有办法再申请 更加不会过优势 好 多谢你老太的电话 我们再有李小姐的电话 李小姐你好 你好 嘉宾你好 你好 是的 那我最主要有两个重点想分享的 第一个就是关于 我现在一房 他怎样去排序的情况 那他排序的情况 就是分核心、非核心 然后再去单人 是的 那我觉得这个 他现在这样的做法 其实我觉得是很不坦诚的 原因呢 其实一个人当他选择了一个人去申请的时候 其实他跟两个人申请或者以上三个人申请 又或者相残这些人的申请 其实他们的机会都是叫做平等的 因为他都是拿着社会的资源 那我举个很实际的例子 就是说当一个人他自己负上责任 他说我买了这家屋的话 那他将来都可能在这一刻 03年 03年的时候他可能是单身 但可能年底结婚了 但是他都愿意 可能是他 他都是愿意 在他将来的时间 都是有这个一方的权利 是避拒的 但是反过来 现在这个法例就是说 可能先给了双铛人士 或者现在可能有两个先 甚至乎可能有老人家65岁 就先给了他们 那我个人认为是OK的 但是 不是把所有社会上面的资源都给了他们 就是因为一个社会是很平等 也都是大家都有负责的 那如果有些人是特别需要帮手的话 那我们可能有1500个单位 我们有100个单位 可能是专是给他们优先 但是不是将所有的1500个单位 都是给他们 你说都是给了核心家团里面 有长者 或者有商财人士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好像刚才 胡先生所提到 应该去分组去再分配房屋的数量 是不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抽签 其实如果真正得他 就已经负上某一定的责任 他既然13年这一刻 他可能没有这个状况 可能一个两公婆 他们都可能会生小朋友 到时候他们觉得一房不够住 他们可以退 他们可以不需要 但是当他们申请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有这个责任 很考虑 甚至有老人家 老人家也有离世一天 他也会有自己的状况 但是如果当单身的时间 可能会结婚 也会生孩子 为什么他们选择的时候 要这样排 令到他们没有了社会的资源 好 多谢你 李小姐的电话 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紧张 我们稍后找嘉宾再回应一下你的意见 现在还有黄先生在线 是 黄先生请说 是 黄先生请说 是 黄先生请说 三位好 你好 我先声明 我希望节目主持人 不要误会了我 离开这个话题 因为现在我都在讲澳门人澳门事 是 趁着欧预言在那儿 我就希望拜托他 帮帮澳门人救救澳门 今天我在转这个台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就看到我们那个公务局局长 好像那个地盘 就说有炮台的地盘 就是事在必行的 我就觉得 我留意这件事很久了 但是没有人提到一样东西 人人说一九零三年 为什么会有私人名呢 那时候还是清朝的 大家都知道的了 其一 其二的我想提出一个疑问 我们可不可以 如果找到证据 和政府打官司呢 阿欧先生 你先听我说 我们可不可以去浦国领事馆 或者去浦国 拿这个军事地图 这个最清晰的 当时为什么会有炮台怎么用 究竟是哪样 现在登记过说没有资料 我不需要理会澳门的资料 因为他们可以灭私伪迹 好像十个墓地 可以不见的 但是我相信 每一个国家的军事地图 永远都在历史档案馆里面 欧先生 拜托你了 多谢你王先生 多谢你的电话 我们因为时间紧逼 欧议员简短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再谈回京屋 好吗 这个问题的确出了架 但是问题就是 能不能够诉讼 能不能够做这些事情 在澳门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我们不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 在法律上没有一个身份 可以做这个诉讼 我们会继续关注和质疑 政府这个决定 另外刚才提到 关于有个市民说全抽签 就是不要再分什么队 总之抽签 这个就是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在京屋 其中一个就要解决居民的住屋问题 当然应该有优势 有先后原则 所以当初我们讨论京屋发售 我们希望维持那个计分方式 计分方式就是很清楚 你越困难那些牌的分数越早 你就安排就越早 但是现在全抽签 就真的变成那种玩 就是幸运博彩游戏 可能抽到那个 可能未必是最急需的 所以现在用一个分组抽签 又对一些不公平 全抽签亦都有一个问题 所以当初我们希望 希望能够用回原来 它的计分方式 原因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法律是这样制定了 胡先生 最后可不可以讲一下 你对京屋的质量的安排 有些意见 简短一下 其实我希望讲一下 整个规划 因为城市规划已经开始立法 其实对一个总体规划 和一个细部规划 将来都会一定实行 看到现在其实 有很多市民都对一些 新的建筑物 尤其是轻轨系统 会有一个问题 将来 现在路环要发展 或者有些新城要发展 将来政府 因为好像路环 有提过 但实际是经过哪里 都未有一个很明确的 未有一个定案 例如这些道路的规划 隧道的规划 和轨道交通的规划 都希望尽早给市民知道 将来要发展经过 也好 发展私人项目也好 至少都知道 政府会在哪里 那么好到时 又有些问题出现 希望政府多些考虑 尽早拿出方案 大家讨论一下 长远一点给大家讨论一下 好 欧元最后想问你 其实今次T1的单位推出 可能会被人觉得 有些少计辣的感觉 有些少资源错配的感觉 其实你认为 多出来的T1的单位 有没有更加好其他 更加理想的处理方法 我也觉得是应该拿来卖的 因为累积了8年 是没有登记申请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一房一厅 都有一个需求 现在问题就是 我们只不过 如果我们只卖一房一厅 就会导致 就是全部 对不对 都会排下去 其实特首很英明的 特首去年11月的时候 是全面开放 接受这个经屋 和社会申请的 但结果没有做到 那时候 现在只拿一房一厅 就突显了矛盾 好 今天很多谢两位 明天我们会谈 青年人的心理教育问题 请大家继续留意身体 教育问题 这个摆放 转发